大家好我是Piery伯瀾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禮物 沒有應該說這才是真正的禮物數算 也不是我覺得 因為我之前用了日月烈禮 基本上是包含了碎片 還有我的回合數也要 那接著呢沒錯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你都沒有朋友的話 而且我的月亮也沒有收到12級或10級 呃11級那麼那麼的高的話呢 其實最一開始我們都是用這個隊伍啦 就是咱們的月亮配禮物 只不過呢我從來沒有想過 原來搭配個祝福地圖可以噁心成這樣 因為畢竟祝福地圖是在上一次跟這一次之間才出來的 然後我就玩了一下發現 哇塞這個平均值竟然高達每一秒有11.7片 不過啦要講一下 因為這是我們雙方都是13等禮物的情況 如果今天雙方都是12等禮物的話 我們扣個10%大概會是來到10片左右 那如果雙方都是11等的話呢 大概就會是來到9片啦 如果今天是10等的話可能就是8點多片 差不多是這個感覺慢慢的遞減下去 我覺得最低退遞的話5等還是8等對不對 沒關係沒關係反正大家總有一天總會上來的 那我們就來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個數字之快啊你知道嗎 因為我之前像是5點多片對不對 那這個情況下等於是比我以前的數字還要快了兩倍以上 雖然說這個刷的局數要比較多啦 可是我刷的時間會短非常非常的多 只不過我的卡片會超級超級少 可以看到啦只有88張卡片而已 我們花的時間呢 卻是我們100多回合的1 4對不對 其實我這樣算有點忘記了 不過我們碎片有高達9千片啊 我們這邊隨便算一下就是1萬片的話 我原本要刷9回合的情況下 這個時候只要刷18回合 可是我每一回合只要10分鐘 這樣的話變成說我只要180分鐘 就可以把這個活動給它刷完耶 像之前如果9回合 可是每一次要刷1個小時的話 我要刷9個小時 9個小時跟180分鐘3個小時 我時間整整節省了1 3 這個速度之快 當然啦這個東西是有上有下的 我這個平均率只是我這一局玩下來而已 只不過我覺得這個方式應該算是最速刷的沒有錯 只不過這次還是有朋友的情況啊 如果今天你沒有朋友的話 我們之後再來給他公布一套杯 好那我們就繼續給他上去吧 我們用隊伍很簡單啊 就是用祝福地圖啊 然後禮物放前面 然後呢雙城掌跟小丑都放中間的位置 月亮放在最後面 只是一個輔助 我相信啊 兩邊至少會有一邊比較歐 把月亮給他叫出來吧 只要有一個高星月亮叫出來的話 基本上前面的回合數不會是問題 那你可能會說啊 你是12月才可以打到那麼高啊 可是至少至少啊 都可以 應該都可以打到30回合 甚至35回合應該都不會到太難 40回合的話 可能9月10月 應該都是標準可以給他打到的 所以只要能夠打到的話 這個速刷 其實我們以前用這個速刷啊 最早期最早期 兩三千片再刷 只不過因為等級跟月亮等級上來的關係啦 才可以這樣 然後再加上這個地圖啊 因為這個地圖搭配雙城掌的話 禮物非常有可能的大量存在高星 那這個感覺真的是會非常非常的像 可以看到啦 我現在這邊是來到59星 那我們對面的狀況呢 我最後很像是給他撐到了61星吧 所以我們整體加起來呢 是120星的禮物 等於是每7.4秒鐘跳120星 這個數字之浮誇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說啦 這個時候兩邊都這樣搞 然後再配上一個高星太陽的話 算了這太陽在在搞 我已經沒有東西可以搞了 你知道嗎 好啦那再說之後的玩法之後再想啦 因為基本上這樣刷下去的話 其實刷幾局就完了 我覺得我在拍片拍下去的話 基本上我也快要給他刷完了 你知道嗎 好了現在到29回合 因為我這邊有一個7星月亮的關係啦 所以我們打過來這邊 我們可以清掉 那對面的部分呢 我就會選擇把月亮給他放掉 或是說根本不需要 因為這個時候我的時間才可以拖得更久嘛 你知道如果兩邊都在刷的話 其實那個速度更快 可能會變成說 平均數沒有那麼那麼的高 那我盡量呢 就把對面的月亮給他點暗了 就不需要 也不是點暗啦 就把他消失掉 反正兩邊盡量咬一邊 那我有時候這樣子搞的話 那另外一邊換營養 可能會更好啦 不過這樣子只能賭一邊而已 我這個時候就是兩邊 如果都是月亮等級不高的話 我還是要有一顆月亮出來的話 不然的話我覺得35關 基本上是蠻容易去倒的 還是要有月亮的加成才可以啦 那我覺得兩邊都給他上去的話是好的 反正我今天多營養的話 也不過就多那麼幾顆 那我多個月亮的話 我覺得會有一個保險在那邊啦 你知道的 然後現在到33回合 我們這邊打小王的話 已經有一點點感受到吃力了啦 畢竟我的禮物骰13等 他也只有來到320的攻擊力 320再加上70% 我們現在基本打一發是來到578對不對 578傷害也其實沒有很高啦 我暴擊就算3倍的話其實也不太行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有七星禮物的情況 七星月亮配七星禮物的情況下 這個傷害是夠的 那對面沒有禮物沒有月亮的情況下 那傷害其實是打不痛的 所以說月亮還是要有 只不過高星我覺得是重點啦 高星還是必要的 不過這個就機率啦 交給機率就算 所以我覺得兩邊都還是放著會比較好就對了啦 好啦現在到37為了 對面這個情況下應該是拉到了61星啊 然後有兩顆被害 不過我覺得倒也無所謂 反正這邊現在變成我是主攻方就是了 好啦如果要玩這個隊伍的話 最一開始我建議還是那個獵城要生長一些些 如果你的獵城沒有14等 沒有13等的話我建議還是 不然他爆下去的話 其實有那麼一點麻煩 可能要比禮物骰更提早先升級一下 好啦儘量在15關之前呢 把禮物骰給他升到滿就對了 好啦這是我目前發現 我覺得最噁心最快的一個速刷 每秒鐘高達11.7片 快要12片 如果運氣再給他ㄍ上去一點的話 靠自己就給他長到12片13片 我覺得應該都是有可能的 那很快其實就刷光了啦 真的真的真的 最快最快的話果然還是禮樂啦 就是以最輕鬆的方式的話 好啦現在到第41回合 好我們這邊基本上是在凹回合數 因為等一下就是雙王 雙王的話很容易就會出現轉王啊 失王啊降低我們的那個條件 欸不是說條件 降低我們的那個平均數就對了 好啦現在到第42回合 對面把他炸掉一顆 那我這邊對面再做了一下整理 反正就是低薪的就直接給他合掉 這邊我建議啦 三星以下的禮物完全都給他合掉 不需要去留 甚至誇張一點啦 你要四星以下都合掉 我覺得也是可以 反正我有35%的機會 可以給他拉出禮物嘛 你說是不是 所以四星以下合掉也是可以啦 只不過這裡是沒有在動的意思啦 因為我覺得我只要月亮沒了 應該就沒有機會了 好這邊被害了一下 不過也還好啦 只要不是害到月亮旁邊的骰子 那個傷害都是不足為據的 好可以看到44回合打王的傷害 已經有那麼一點點不足了 等一下46回合基本上是絕對會被放技能的 這個時候就算13月也沒有1了啦 真的差不了那一點點的傷害 好啦現在來到45回合 我們這邊是最後最後了 對面呢就繼續給他成長一下吧 那對面的二星小手沒有東西可以複製 實在是有點尷尬 對面有幾顆四星在啦 不過我現在覺得真的是可以給他合掉啦 不然的話有一點浪費就給他卡在那邊 你知道嗎 好45回合就這樣結束 來我們來看一下第46回合吧 怎麼被轉 轉了之後呢 一樣啦 我還是會優先複製禮物 反正多挑幾顆是幾顆 我們這個時候就以速刷為主了 就不再是以說打得遠 打卡片為主了 所以我就不再會去升級咱們的成長 成長上去也只是增加星數耶 要增加星數又不會增加我那個跳出的那個 跳出禮物的數字 而且我這一關已經打不贏了 你知道嗎 多騙幾個是幾個 雖然有時候都複製一個四星 可是我沒有東西可以複製的你知道 我才複製他 好那對面呢全部給他抓 對面的星數其實有一點半萬高 不過沒有意義了 OK好我們最後46回合 88張卡片 那我最後算了一下 總共是9167 我們花費的是9分又3秒 總共是783秒鐘 所以平均一片是來到11.7秒 平均一秒是來到11.7片 這個數字真的是有一點點噁心就對了 OK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希望如果你沒有朋友 如果你有朋友可以跟你一起刷的話 用這一套其實是不錯的 如果你的朋友跟你之間 都沒有12月11月的話 這個刷法其實也是很快 甚至比我用日月列來的快 你知道嗎 OK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如果有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 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常出現就是了 OK properly 喝一杯 正面 你 把